叙利亚局势愈发紧张 有消息至美国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 已经离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 前往欧洲和地中海部署 白宫表示正在讨论各种应对叙利亚的方案 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 而英国首相特里沙米将在12号召开内阁紧急会议 讨论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 和是否对政府军发动打击等事项 英国偷欧大臣戴维希呼吁 任何行动都需要认真考虑并以证据为平 在西亚中的状态状态 用的化学武器是世界上必须防止的 但是我们也有非常严重的状态 我们必须要做这种判断 非常严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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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严重的判断 知道我们的状态状态的状态 和确实的状态状态 针对且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一贯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 尽快缓和紧张局势 这几天中方一直就当前叙利亚的局势 同包括美国 俄罗斯 等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 以及地区的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中方对叙利亚局势紧张升级的可能性 感到担忧 我们一贯兼职和平解决争端 俄罗斯表示正密切关注美国的行动 并威胁将击落美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宣布从今天起 将派军警部队进入叙利亚杜马市 以确保安全维持秩序 并向当地居民提供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 采取行动避免局势失控 NTV7综合报道 特雷斯敦促安理士